明有所乎,我有所应,长廷县检察院积极开展检查宣传周活动,为全面生动展示新时代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,巩固深化群众信访见见有回复工作,推动解决群众反应的实际问题,努力实现案结识了人和。 长廷县人民检察院于6月8日至12日开展了以民有所乎,我有所应,群众信访见见有回复为主题的宣传周活动,6月9日上午,针对王某生不服法院判决的民事申诉案,在申诉人行动不便的情况下,第四检察部和综合业务部的检察官一起到申诉人住院处,开展待案下访,宣告不支持监督申请,并开展事法说理工作。 2019年以来,长廷县检察院共受理来信来访141件152人,除匿名等无法回复以外,均通过短信、电话、书面等方式在7日内告知收到了,谁再办,三个月内答复办理过程或办理结果,做到回复100%,让群众信访见见有回复成为常态。